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 用這個Active Grinder我們來錄一個新的專案 那這個呢我來錄知識圖 Google知識圖 最近它應該是前幾個月推出來了 可是這個功能事實上在英文版的部分 大概去年到前年它就推出了 中版比較慢 那我現在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個錄影的方法 有分三喜對不對 四種 拳動式的是什麼 就是像我剛剛那一種 反正就是拳動錄的 管它的你什麼操作都錄下來 那麼第三種就是用拍照式的 拍照的 也就是如果畫面不動的話 它就是用拍的 但是如果我可能是用拖曳的 比如說像我剛剛那個去背 我們是用拖曳的 有的用拖曳的 那這個時候它就必須要一定要錄影的 才能把你全部都錄下來 可是當你只是比如說滑鼠點一下 滑鼠移動一下 這個時候它不用錄影 它只錄聲音 那影像怎麼辦 就是用拍照的 所以這樣檔案就會變強 檔案自然就會變強 所以這個它把它稱作叫做智能的錄影 所以這個製作訓練教材用 因為它也可以做互動的 比如說你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像那個現在我們張曼縣的長照中心 他們之前有做一個那個YouTube的影片 介紹說你如果要申請這個長照服務 長照服務的話可以怎麼樣到網站上 然後點哪裡 點哪裡 那它把它做成一個影片 就有點類似這樣 那當然那個因為是影片所以是沒有互動 可是就是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做好 那麼你點了之後呢 記得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知道 它的錄影的快速鍵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已經忘記了 你可以來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有沒有 一支筆 這一支筆 你把它點一下 把它點一下呢 點進來之後 它會告訴你 看一下上面 我們先看它所謂的熱鍵 熱鍵就是它的快速鍵 你開始按 那錄製 錄下去的暫停POSE 結束是END 好結束是END 那當然 如果你是要強迫它一定要錄就是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有試過就是 你可能有些地方 它也許沒那麼聰明 不知道說要幫你用錄影的方式 還在用拍照的 你要強迫它 你知道這個地方 我就一定要用強迫全部錄影的 你就告訴它按F9 它就開始錄影 那如果你不錄影了 就按F9 可是這個不錄影不是這個END 只是停止那個全動式的錄影 這樣您了解的齁 所以先了解一下它大概的這個 那第二個呢 留意一下要不要錄影 因為預設子的話呢 它沒有勾錄影 這個 可能只有勾到畫面 因為有時候教育訓練 不需要畫那個錄影嘛 對不對 它只是畫面上提醒你 該怎麼做而已 所以你可以決定要不要去做這個錄影的動作 錄影的動作 預設是沒有的 好 那麼你現在都了解了之後呢 我這邊就不用再做那個 你就如果設定好像蠢蠢 我現在就來這邊 告訴它這個專案的名稱 Google知識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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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當然這個存檔位置 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好我就用置疑嘛 好OK 接著 它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我要幫你錄的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其實 並沒有這個來錄對不對 我們上禮拜主要是用那個 一個video 那個capture那個號去錄 那在這邊呢 它會問你說 你現在你想要錄的是什麼地方 到底是整個螢幕全部都錄下來 還是你只要錄所謂的特定區域 還是指定的應用程式 這個你都可以選擇 假設我只要特定區域 所謂的特定區域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 它預設現在是800、600 那我目前 現在這個螢幕解析就是10247、600 對吧 因為我們比較怕的是什麼 有些人那個 因為螢幕實在太好 一個細數 或者是21吋 那你的螢幕解析度很顯然 就是192.0×108 你來錄個全螢幕 結果別人都看不到 因為一來一去的 不然就是縮小 對不對 所以一般如果說 各位假設你這個內容 是要讓別人透過網路上看的 其實800、600差不多 因為它在平板上 你可以看 平板的解析度 大部分都在1024、768左右 所以你如果弄太高的話 他可能再看這個螢幕 他就要老實在那邊說話 就會比較看不清楚 所以假設我先用這個 那因為我只有錄局部 所以下面這個 下面這裡齁 我就先讓OK 好 現在呢 我們就開始錄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Google 知識圖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可以發現 當我在移動的時候 其實我的那個 綠色的框框有沒有描繪動 綠色框框就是我現在錄的範圍 今天是什麼日子 富科百發明的 OK 平常各位在找資料 你都怎麼找 萬劍字打下去就好 對不對 對 那 可是呢 一般 比如說 我們來找一個 我們縣補好了 OK 一般各位正常看到 你就是看到這樣 對不對 然後呢 左手邊 你就會看到相關的這些結果 那我們就去找 可是 因為現在 網路上的資料 有沒有真的很多 很多 所以說 你一個關鍵字下去 有可能找到是你要的 有可能找到你不要的 可是呢 你必須要自己從 左手邊這邊 很努力的怎麼樣 去找到 組合你的資料 對不對 那各位呢 如果你有看過 所謂的百科全書 或者是 像這個維基百科 他們都是針對 指定的什麼 人事實地物 他會先做一個資料的整理 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之前那個土澱粉 什麼之類的 那它是什麼樣的東西 他就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樣你在找資料之後 是不是就先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概念 你在找其他資料 在認識其他東西的時候 就比較方便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一下右手邊 知識圖譜就是出現在這個位置的 在這裡 你看 找完了之後 他就包括了把 縣府的相片 相關相片 地圖 還有聯絡的方式 是不是都出來 這更容評論 但是因為縣府資料 其實還不算太多 因為 別人的更多 我來找那種歌手的 畢竟這個 東西 它不是透過 那個什麼搜尋引擎 自動整理出來 這個要整工 所以它有一部分資料 要慢慢建立起來 比如說我們找 大家比較熟悉的 周董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他的資料 這邊都出來了 對不對 他的一個相關的照片 出來的 人的介紹 甚至怎麼樣 你知道嗎 甚至 在哪裡 幾歲 生日什麼時候 在哪裡出生都知道 爸爸媽媽是下床 你看 你看你平常在找 社區局 你會不會注意這個 不會吧 你不會特別找 他爸爸媽媽是誰啊 可是他這邊 就已經把你整理出來了 他媽媽 你現在有名嗎 比較常上電視啊 好 OK 所以你再往下走 那當然 他相關的資料 也都會有 對不對 重點是很多人 都只看到這裡 可是其實 知識圖邊 還有一個東西要點的 你看下面這些 這些是跟他有相關的東西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在那裡點一下 你看一下喔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上面就會通通都列出來了 通通列出 他在剛剛那個相關裡面的 你不用換頁 以往我們 看到那頁就點下去 然後可能你就要 我發現我找錯了 還要回去上頁上頁上頁 對不對 現在不用 因為你點了那個之後 你看右下角 有沒有發現他的作品 這邊通通都出來了 資料都出來了 而且剛剛的這些都在裡面 對不對 都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知識圖他好用的地方 因為他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你很輕鬆的 就找到 先把它暫停一下 好 我回到這個中級人這邊 那麼另外呢 除了剛剛這個 他的專輯以外呢 你可以在往下看 他也告訴你 哪些人跟他有相關 對不對 王力偶你可以不理他 這個你可以不理他 這個你一定知道 他們兩個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點了之後 上面就會通通變成 這個 他那些人的 而且這邊就是差一點的 這樣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Google現在 他希望 搜尋請再怎麼樣 聰明一點 也就是我找資料 雖然我可以丟很多資料給你 可是希望他能夠先整理過之後 再給你 你可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搜尋的一個範圍 這樣的話 你在找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更多相關的東西 這叫做知識佈置 這個是幾個月前 在中文版的部分才有推出來的 好 那我就先錄到這邊 結束是什麼 END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段錄好了之後 你來看一下 我們上面這裡 你看這邊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有點類似什麼 是不是像簡報一樣 對不對 好像簡報一樣 所以呢 他右手邊就會 這樣一張一張死來 他這都把你弄下來 好這都把你弄下來 你可以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給各位看齁 你看這邊 欸這一段是有聲音的 所以有聲音 但是呢 他這個是這種圖 表示說這裡是拍照的 那因為我裡面並沒有用拖曳的啦 那種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都是像這樣 如果有影片的 就是有拖曳的 他就會變成一個那個 影片的這個圖示 影片圖示 那每一個講了多久 在這邊都用 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滑鼠的移動 他本身都是利用同樣的 那我現在呢 就把它發布一下 給你看齁 你看右手邊這裡 如果你要發布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這個已經跑到往前去 在這裡 好 在最右手邊這裡 你們應該看得到吧 輸出 我就把它變成一般的網頁這個 用成這個叫agent 好 我們上次這種 網頁式的 好 把它變成網頁式的 把它輸出 OK 標準了 那這次呢 我就把它的這些 所有的操作模式 我通通勾起來 也就是 示範的就是 直接就看完了嘛 然後 指導的 就是 你在練習的過程 然後提示你說 我剛剛在這裡把什麼 在這裡把什麼 欸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看看 然後練習的就是沒有提示的 測驗也是完全沒有提示的 我們可以先等一下再看 沒關係 我先把它輸出 好 那這個應該要一點點時間 你可以先利用這個時間 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你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知識圖 反正你在 叫你隨便錄一個東西 我們就不知道要錄什麼 對 那你有一個 比如說你要錄剛剛那個 Clipping Magic的操作 也可以啊 或者你要錄這個知識圖 都OK 還是你要錄上這個意圖找圖 也可以 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錄 好 這樣你在學東西會覺得比較有趣一點 好 那我這邊已經OK了 他就問你要不要輸出 好 我就先把它輸出一下 然後檢視一下 好的 那如果我是做示範的 你可以按一下 他就做給你看 有沒有發現他自動幫你加這個上去 綠色那個 他告訴你再點一下 再點一下對不對 所以像一般來講 如果比如說各位是 像我剛剛講 比如說類似像長照這種 就是 他要告訴民眾說 欸我的 網站上怎麼去做申請 怎麼去下的 怎麼填資料的 其實這個就很方便 那這些東西都還可以再改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綠色這些 事實上都可以再改 那當然 右左邊這裡 就是 你做了哪些動作 他可以從這邊直接點 直接跳 對不對 我上次有用過這個 好 這樣 您大概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說 如果你要編輯的話 你怎麼去編輯他的內容 其實就跟做假報一樣 一張一張編輯而已 真的是一張一張編輯而已 很快 好 這個我就